而是因為當你的時間和空間結合 這個吉凶才會真實情在你身上 所以很多人說 為何出家人你批不准 不是出家人你批不准 是因為出家人的空間 已經脫離了一般凡人求財官這個層面 我們一般做人 我們要求什麼 妻才子樂 你小時候要讀書 大過上班要穩食 接著要結婚 你想有小朋友 這些是一般凡人要求的東西 但是出家人就是求什麼 求新鮮 孝敬念佛 是不是 他不需要去為他的事業拼搏的 他不需要的 所以在他的霸誌裡面 反映功名利辱那樣東西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沒有出現過 為什麼 是因為他的空間變了 就是說如果你要真正去吹吉避空的話 你是要掌握著時間和空間這個結合 你才可以真正能夠出吉避空的 譬如 我經濟能力許可 但是我現在呢 我發覺今年自己流年非常黑仔 OK 做什麼什麼的 那我最佳的出吉避空的方法呢 最佳呢 出家一年 短期出家一年 四大家空一年 有個法號叫做無我 是吧 叫做無我 即是說你這一年裡面 你自己主動地放棄了你的功名利落 那你就認了一個流年凡事不利的現象 那你就認了就是準了 但是因為你出家是你自己選擇嘛 所以 這個你可以接受得到 但是如果你不知命的 你不記得自己流年金空 今年流年很黑 你不知你去做生意創業 譬如 假設 你試試幻想一下 如果你2019年 走去創業 你看你這盤生意 熬不熬到 是不是 首先經歷了一個很大的社會運動 打算完結了的時候 再加一個 肺炎 那我想請問你這盤生意怎麼做 每個月立空租 是不是 這個就是說 我們在一個不適合的時機裏面 做了一些要求財觀的事情 如果你問一個術室師傅 我知道自己2020年不利 假設現在沒有肺炎 我們回顧在2019年11月沒有肺炎的時間 現在你要去創業了 你問一個術室師傅 喂 2020年創業好不好 那個師傅跟你說 2020年你的流年不利 不適而創業 那你跟那個師傅說 我穿甚麼顏色衣服 改甚麼電話號碼 我2020年可以旺些 我一定要創業 假設期間 我跟你說了 你要穿甚麼顏色衣服 改掉一號碼 你覺得你可不可以防止肺炎的發生 沒有可能 你明白嗎 所以 當你流年不利的時候 最好的是甚麼呢 最好的方法其實就是 甚麼都不要做 甚麼都不要做 就是真真正正的出一鼻胸 就算你真的要做 都盡量以 不需要怎樣花錢的方法去做